宋中基在去年大方认爱 搭她一岁的钱英国女星凯蒂后 30号有五预警在关卡宣布 自己再度结婚的消息 内容写着 我发誓要和在身边支持我 珍惜彼此 一起度过珍贵时光的凯蒂 共度余生 两人也正在等大爱的结晶诞生 据前娱乐记者李正浩爆料 宋中基和现任太太的相爱时间 根据时间上推测 大约是在和宋慧乔离婚的五个月后 因为宋中基有和比较亲近的人提到 自己和凯蒂大概交往将近三年 而结婚这件事 则是大约考虑了一年左右 因此凯蒂才会在去年春天 飞来韩国与她同住 而宋中基也贴心的把岳父岳母 一起带到她新班去的 200亿韩币离太院别墅一同居住 还找了韩音翻译在旁 对老婆可说是客户被置 不过宋中基才刚宣布双喜 据传她主演的NextNext原创电影 2月即将到匈牙利取景 预计要在当地停留两三个月拍摄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没办法在太太身边 凯蒂的预产期也在网上盛传 宝宝可能会在8月出生 对此送中基的经纪公司 维持一贯态度 低调地表示 这是演员的私生活 所以难以确认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